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到这个经议修学前面的观念的部分 那其实这边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要去向于学法的这个部分 因为翻译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内容转换成这种表达 它的要求就是要先理解 那理解的话不是我们用世间学问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知识去理解 而是回到佛法的学习 在佛法学习上面理解之后再去做表达 那所以这个设定呢就把它拉到对于一个刚初学的 未来有可能要做翻译的或刚初学学法的人 他怎么回归到西藏 或者是说回归到我们去规划我们未来学法的这个生涯规划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大部分学法就是以前有兴趣 然后拿到佛学就念一念 然后看看一些佛经佛书 然后慢慢去建构自己的观念 那现在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 重新规划出一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顺序 那前面的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可能比较快地带过去 第二个部分 观念第二部分是策略 策略里面分了四项 一个是辨制 一个是省思 一个是态选 一个是方案 那在辨制当中呢 其实我们在看修法的人 学法的人 我们都说学法 其实他有不同的层次的要求 那有一类的人 第一类的人学法 他其实的目的 他没有要解脱 他是以情仰性 他讲个人的修养 所以在没有碰到任何烦恼 或困境的时候呢 他是都信 但他其实也都信得不深 那这种人的特质 特征是随性 不求圣洁 然后清谈 敦品励志跟讨厌品格 然后有点风雅 他其实不太需要对峙烦恼 顺其自然改变 那一种是这种特征 那像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是 以前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通常我们学翻译 或学法 就很难学好 因为不够精细 那第二种呢 是心灵寄托 他比前面那样子的情况 要好一些 他只要有信仰就可以 他主要的修学法 修学佛法的目的是 排险孤独 要不然就是自我安慰 那要不然就是疗愈 碰到一些什么伤心 是从佛法里面去找 能够疗愈的 再来是祈福 像前面这两类人 我们跟他们聊佛法 或者是听法 他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可是真正碰到关键的时候 他可能解释佛法的角度 跟词句 跟正统的佛法解释 是有出路的 会似是而非或者是有点偏差 那第三种呢 他是自求解脱 他的特征是根气具足 什么是根气呢 这个根气的定义是以前 我老师告诉我 我不晓得根气怎么下定义 那他是说性静念定慧 就可以五根五力当中的五根 就是我们的根气的简则标准 他说我们的信心强不强 精静强不强 然后这个念力强不强 定跟慧力强不强 就决定了 这五项决定你修法的意愿 跟修法的学习进展 那用这个来看 我们自己是属什么根气 那他的表征呢 会表现出来是 厌离出离 还有超然不求 畏惧因果 信心坚定 悲心自然 爱法精进 就是我们上礼拜说的 那你问问看自己 到底有多爱佛法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佛法学 来用来聊天呢 还是用来安慰自己的心灵而已 那还是我们相信这个佛法 能够真实得到解脱 做翻译可能是需要第三个 自求解脱 就是需要到这样的层级 来做翻译可能会比较精准 分辨完了自己的志向 或者是求法者自己的志向完之后 就是省思 评量自己的现况 学法是人生最大的投资 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时间精力 都用在学法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能够做什么 目前能够做到什么的部分 去做一个衡量 我们的个性是急性质呢 还是性质很慢 那我们喜欢读书 还是我们喜欢实修 那偏向哪个个性 那找出自己的个性的部分之后呢 如果是偏向学问或者是实修 我们依照客观的道次第架构 来做修正 然后达到学行均衡 那因为佛是学者也是行者 那现在学法大概都会有两派 一派是半智达派 说要读经 那没有读到经的话 就是盲修瞎恋 那一般另外一派 就是所谓的古沙里派 就是实修派 就是说读那么多经 如果不能够实修 只是说实不保 那各有他们的看法跟理由 那也都不算错 只是说我们学的是佛 那我们就以佛作为榜样 佛是学行 这两种都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状况 做一个评估之后 哪边弱 我们就把弱项给增强 然后尽量让学修法跟学法 这两个能够平衡 也就是说我们读经 对于经论的理解 跟我们实修的理解 能够互相配合 当然总会有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但中间落差 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个性已经评误完了 看看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资量 评估出我们每一天 可以用多少时间在修行 多少时间在读经 修法 然后定时定量 像三餐 可能不需要今天时间很多 我们就三个小时 明天没时间就放下来了 我们可能就每天可能固定调整出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来前面半个小时来读章文 或者再来读翻译的这个经典内容 那后面那个半个小时呢 我们看看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们试着翻翻看 或者是说我们试着读没有看过的经典 然后看我们之前学的理解是如何 来做一个定时定量的一个调配 它的重点是养成习惯的力量 养成习惯力量的话 我们会慢慢对我们所学的课程的内容 会慢慢的熟悉 第三个是时间规划跟安排 从日月年去做一个安排 如果我们做的翻译的话 翻译要学翻译两年到三年 大概就可以翻了一定的水准 那要翻好翻译的话是要一辈子 你每天都要在上面很用心 才有可能每一篇的文章 或每一个经典都可以翻得到位 所以它需要一辈子的一个规划 那佛法这么广大 八万四千法门 那或者是说我们把它分成各宗各派 显密这么广大的知识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玩圆满的获得 我们都是逐步的渐进学习 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去学习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做一个时间安排的规划 跟我们未来修学的一个计划 虽然说我们说佛法是午长 是没办法去规划明天后天 但是在假定我们还存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学习上面的安排 那当我们把个性环境跟时间都评估 安排好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学法的工具很重要 以前佛法是师徒制 弟子跟着老师 然后一边走到哪 你看经典里面 释迦摩佛走到哪边去 有个灵园 他就坐下来开始讲经了 或者碰到人家在问法 他就开始讲经了 弟子在旁边就围绕听经了 所以以前是师徒制了 徒弟跟着师父走 这种的方式 然后需要很长的时间 慢慢慢慢的熏悉 改变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观念 然后学习如何产定的一个方法 慢慢成长之后得到了独立 就我们看龙钦巴拉祖师的 那个 口绝障 他里面讲说要独立修法 需要六个条件 我们要修法要能够独立 要有六个条件 那像这样呢 得到了一个能够独自修法 那就可以离开上师来自行修法 不出错 这个时候我们为了缩短这个时间 我们其实应该学习一些读经的工具 那像实修 当然跟着老师一步一步走 读经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世青菩萨 他们在印度 所流传下来的 他写了论的这个 大政阿比达伯极论也好 瑜伽师地论也好 还有这个大政经庄严论也好 都有提到如何学习的这个方法 那另外有一部 我们没有翻成中文 就要解释道理论 那些语法 解释道理论 他有教我们怎么读经 怎么修学 那这里面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供方法 学习方法的 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把这个工具呢 试着学习之后呢 应用 应用在 收短我们学习读经的这个时间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拟定方向跟规划的 我们是见上起修 还是修上起见 也就是说我们先在学当中 不断地做 还是在做当中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做翻译 那我们一边学 这个拼音 然后拼完音之后 学文法 学完文法之后 可以试着找个很简单的 那个经文 大概就是白话文 藏文白话文的叙述的经文 去慢慢地试着翻翻字典 然后 如果是我们自己班的会是怎么样 在翻字典查单字的过程当中 把我学的文法放进来 然后慢慢去理解 有问题问老师 这样的话 从一边学当中一边去做 另外一种的就是 另外一种的就是 我直接在做翻译了 然后在做当中 哪些弄得不清楚的时候 去找老师来指导 问清楚在做中学 那反正就是一个得到的见 先有观念 把这个观念放进去来做翻译 还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累积自己的经验 去立下自己的翻译的经验 从这两方面去学习 你一定好 那第三个是泰选 我们上面做了很多的评估 很多的规划 很多的方法 学完之后 我们总是要先会淘汰 去无存经 所以泰选里面 第一个是 确定正确认知的范畴 那这个里面有两项 第一项是修学的范围 是划定在三藏 就是经理论三藏 然后另外加上 密称的齿宁藏或密藏 在以这个当作学习的范畴 在撒加班自达的 这个范围 智者日本 或者是入学者论里面 所提到的呢 都是菩萨通五名 那所修学的法呢 还是以三藏的法为主体 那所以先确定 我们所修学的方法 的学法的内容 在佛法的三藏里面 第二个是学习的管道 我们得到知识的管道 之前有提过 经教 就是经根论 第二是理论 它合乎道理 第三个是上师的教授 这三点 那这三点 其实是米胖仁波切 提出来的 米胖仁波切 内地好像翻成 中国大陆内地翻成 麦蓬 麦蓬 用康巴音念 变成麦蓬仁波切 那我们 我们学的藏文 念的是米胖仁波切 但是同一个人 米胖仁波切 在他的八大黑路嘎讲解里面 说我们学经典 我们学法 首先先限定 学习的管道要正确 那简单就签定了 经论 理个合乎道理 跟教授这三条 那另外一个 上师书跟心的这个观点呢 是第二次敦书法 第二次敦书法 他所提出来的 叫做学处三句 那就是说 我们最初的上师 最初刚开始学的上师 是上师 智人 合格的上师 然后跟着这个上师学习 他的观察他 医指他 从他那边得到了教授之后呢 观察他的心跟形 我们讲学习是模仿嘛 模仿他的心跟形 理解他怎么做 然后我们慢慢经过检合之后 知道他怎么做之后 经过他检合没有错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断奶了 断奶了 我们可以离开上师 我们断奶了 那并不代表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的教授跟学习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管道呢 就从上师人面对面的教授 上师佛面对面的教授之后呢 我们进入了以前祖师所写的这个论著 因为我们的抉择的能力 经过上师认可 我们的实修的能力经过上师认可 我们可以独立来研习 来看来理解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从 跟上师讨教的这个层次呢 提升一层 我们可以从经典里面去了解 更为详细的完整的一个叙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上师其实变成了书本 那第三个呢 当我们所有的知识来自于书本跟上师 其实是需要实修来汇入我们自己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阅读也好 跟着上师学习也好 主要的目的就是承受我们的自心 所以到最后我们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呢 产生了这个觉受 再透过上师许意认可 认证没有错 以后我们上师就是自心 我们已经知道只如何明辨对错是非 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见地 透过这些方式 以后的最后的上师是自心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需要 在自心上圆满圆证的 那透过这个三个 最初的上师是上师 中间上师是书本 最后上师是自心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人 修学管道也不拖这三个 只是顺序有点问题 有些人他不用上师 他自己看看 他自己想一想 他就可以当上师 那有些人他的所有知识 都来自于阅读读书 他也不需要人的上师 所以 这三者都是我们一般学习的来源 只是在藏传里面 他有先有一个比较完整 紧密的一个结构 透过上师的简合跟示范 有个传承教授 不容易出错 然后等到我们可以独立读经典的时候 我们去读经典 那所读的经典呢 是要融会到我们的自心当中 在实修上面去落实 那这一个三个看法呢 除了敦诸法王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上师 他也提出来 他的提出来的说法是 最初的上师是 要依止具象上师 那中间的上师是依止书本 那最后的上师 就是经论的意思 最后的上师是依止自心 这是耿敦忍卿 一位上师 他也是用同样的观点来注述 那这个来源的书籍是 那个 尼波尔的那个 唱古伦伯切他的这个图书馆 他们出了一套书 叫做《洛书太耶的诀》 那套书里面 第一册里面教我们怎么读经的 那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跟见地 他那本书 提出来的是 讲用康子伦伯切 讲用康子伦伯切 他说我们修学经典的方法 所以他里面呢 大概有三个部分到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采用这个 公德 不是 对不起 采用知识保障论的 所知障 所知保障论里面的读书的方法 然后奖经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 布登佛教史里面提出来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这个 最初的上师 中间上师 最后的上师 所以他那本书 就是从 把讲康子的那个 教授给 栽出来放到里面去 也是一样 一开始就已经教我们 怎么掌握方法来学习经典 第二项呢 那学习方法的层次 其实就是勉强不能长久 翻识不能持久 我们显教经常讲说 勇猛心一生 长远心难求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 学习方法的次第的安排 那学习的人 大部分都有四种 一种是随波逐流 有什么课就听什么课 然后有什么流行的书呢 有介绍到 我们就去看 人家的介绍 然后看一看呢 也可能有个印象 聊天的时候 谈的时候会想起来 那真的问他内容有什么呢 很难抓得出 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 第二种是世俗读书的 自学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的 我们大概都是大学毕业 以上的教育程度 所以读世间的书 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都会 那怎么画科判 怎么做笔记 画重点 我们都会 那这是世间的读书方法 的一种 第三种是显教的 那大概就是课堂制 跟师徒制 就是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人 在这个课堂里面 听法师们讲课的这种方式 那他的讲课方式 有佛教的这个特征 第四种就是密称的师寿 那他是 是很完整的一个师徒教授 跟着老师 然后为了 跟着老师 我们常常讲说 最上的供养是法供养 上师修的法 你拿来实修是法供养 那中等的供养 是为上师扶劳役 其实在 为了上师扶劳役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扶劳役 就是说他必须打磨你的心性 禅宗也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的那个 选教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跟着 跟着那个你的师傅 呃 在旁边随事陪事 然后他的想法 跟他的做法 你是一个旁观者 那你可以从他上 从他的旁边上面去得到 启发跟修学 那他也帮你就近观察 你的心态的转变跟变化 他也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适时的提出一个修正 所以以前我们老师跟我说 说那个秘法 施加行不困难 升起次第不困难 因为它都是一套固定的系统 你做到哪里 就会有亮出来 最困难的是我们的心 因为人的心永远在变化 你带着以前的习气来 然后你现在要接触到很多 外在的五谓 五妙域的一些变化 所以人的心不断在变化当中 那上师最困难的 就是要挑副弟子的心 弟子要对上师非常非常的相信 当然我们平常没有碰到任何困难 没有问题 当然都说会相信 但是真的性命交关 或者是重大利益冲突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相信他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弟子必须对上师 有这种非常大的相信 那他说的话 才能够去改变你以前的习气 最困难的 依止上师 师徒制 最困难的这个点在这里 随时学习方法的层次 那当然我们做翻译的最好 都是能够得到密称的师徒制 带着学 然后或者是在实修 或者是在经论上面 随时有人可以指导 随时有人可以讨教 但上师指导你也不是 他自己开口随便讲 他会告诉你拿本经理院怎么说 或者他的上师怎么说 还是回到那个简合的标准的四量 他要么就以圣言量告诉我们 要么是史赚量 历代上师传承主是怎么说 要么是他自己实修的觉受 告诉你这是他的觉受 这个失觉量 那有没有效你自己去验证 那个自己的觉受量 用四量去减合 那看完了这个部分之后 到了第三项 重新检视过去的方法跟结果 那拟定学习的经论的方法 那重点是要简单明确化 如果我们反省了那么多 回过头来要改变一下自己学习的 这个过程 检讨出了毛病 我们要加速我们学习的这个进展的话 我们去反省过去 拟定现在的方案 然后简单明确的按部就班的去做 那当我们有了个简单 按部就班去实践的一个规划出来之后 我们修法或学法或学翻译就可以比较充容一点 因为你知道哪一阶段在哪一个阶段 比较不会临时有事插进来之后 我们就会 就一下子有些太多问题插进来之后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安排它的顺序 所以我们先要去检讨过去的 这个学习的方法跟结果 那好的方法跟好的结果继续保持 然后再导入更新的方法来尝试 看能不能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第四点是简别合适自己现况的方法 逐步的循序渐进 有效的前进 所以很多的方法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其实跟我们现状是不合的 我们一天最多只能播出一个小时学经典 或者是学翻译学藏文 可是你给你自己要求一个两个小时 你剩下那个小时做不到 你每天都有压力 那你有压力又做不好双输 所以还不如说你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只有30分钟 另外30分钟你可以看看经典 那只要花一个小时 尽量挤出一个小时就好 那能够办到的话 你就会变成有一个习惯的力量 那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加速 第五个是建构可行的方案 列出课题时间减格质量 然后我们从一个礼拜开始 比如说我们学那个藏文的三十音 我们第一个礼拜 我们只学前面的四个或八个 那第二个礼拜我们再学 那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去学拼音 其实两个月时间学拼音 我们可以对那个符号非常的熟悉 看了符号就知道怎么念 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符号放到文法 就这个符号它代表的意思 就是文法里面的作用 所以也不算是浪费太多时间 在拼音上面 倒不需要每天或一个礼拜 就要学三十音了 倒也不需要这么急迫 完了之后呢 大概两个月三个月 完了之后大概半年把文法学完 那这是我们每一周要学几个音 熟悉这几个音 每一个月我们大概熟悉到什么程度 那每一年我们大概要到什么样的进度 那我们翻译修法都是终身的啦 都是一生的这个修行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做宏观的设计 然后围观的实行 执行去做它 那这样子的话 把我们要的不要的先排除 要的先接受 然后要的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过去学习的方法好不好用 好用继续保持 然后引进新的 不好用赶快赶快换 换新的学习方法 试试看 那再来呢 就是规划出自己学习的方案 每个月 每个礼拜或每个月去减合一次 你的进展如何 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你只要每次都有进步一些 一些一些的话 它累积下来 一两年就会有很好 很可观的成果 第四个是方案 那你怎么离这个方案 这个归纳出你的目标 你要学什么 学藏文 打算用多少年学藏文 藏文是一个几百万人都会的语言 所以基本上它不难 但是西藏成就者很少 所以代表它并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语言是简单的可以确定 经典是困难的 也可以确定 所以学语言 大概就不要放太多时间在上面 你时间条可以大概就是要放在 经典的学习上面 那经典的学习上面 自己摸走很困难 有老师在前面教 西藏的一些上师 格西 看不过在台湾很多 他们也很愿意教 跟他们学我们就可以省力 可以省很多的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他们 自己不用功 我们一般一边问他 一边也学习他怎么学习的方法 再来就是化整为零 然后是养成习惯 实践熏修生活化 不急不缓 如条旋径 这是我们所拟定的一个策略 那怎么执行呢 学习的步骤跟方法 第一个求学的方法 分两个态度跟技巧 那我们一般去听法 都是别人准备好了 我们只要带着手机去录音就好了 那或者是我们去听听看就好了 我们很少有自己求法 所以自己没有求法的经验呢 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正确求法 那求法的心态 经典上有时候要如病求医 那我们自己有生病 去看医生呢 医生怎么说我们都怎么听 然后尽量按照他的安排 我们自己带这样的态度去求法 而不是去看医生的时候 坐在那边医生讲话 然后你就插水说 不是这样说什么什么这样 变成你 医生在看你了 这态度就不正确了 第二个是如就投然 我们求法要不 学法要不急不缓 但是我们求法 对于这个法的渴求呢 要如就投然 要有很大的那个 很迅速很渴求 很强烈的欲望 去把那个法学会得到 这样的态度 如果你求法不是很急迫 也不是很需要的话 上师也会考量你 到底是不是这么需要 因为佛法是很珍贵 很尊贵的 他们说狮子如不应助法器 如果我们根气不到的话 太深的法也不会传给我们 所以必须要积极 那诚心爱法 发自内心的喜欢法 而不是带着其他的 其他的木鲁地去 第四个是禁法禁师 第五个是虚心求教 第六个是切实结形 带着这些态度去求法 比较可能或比较有机会 得到比较深的这个法教 因为受菩萨界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西藏上师 或跟出家人请法 他们通常都会传 但是传的内容深浅 跟广详差的很大 差异的非常大 所以求法的态度 是一定要很如理的 当我们如理如法求法的时候 他们也会依据我们的能力 跟程度 如理如法的教授给我们 那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解法源 解法源 在技巧呢 技巧是四点嘛 第一个是要会问 会问呢 这个五种问呢 利益友情问 不解问 于事问 事业问 清除问 这个是瑜伽思绩论里面提出来的 那我们回答的四答 在瑜伽思绩论里面 跟这个大制度论里面 都有用到 都有用到这个回答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会问 那当然问法呢 有这五种 所以利益友情问 我们大概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或者说我们 稍微有经验 然后我们带着好朋友去求法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问 我们帮他问 这也算利益友情问 那不解问是我们真的带这个疑惑去求解 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 你要问的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还是你只是带个问题去把回答的 所有工作都推给了回答的人 那这差很多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要问问题 自己没有先做准备 没有做足功课的话 那通常得到的答案呢 我们要么怀疑 那要么其实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困惑 所以自己要先做个功课 这是不解问 于次问就是 问题没有经过脑袋 就直接想怎么问什么 好听一点就是说 那个心直口快 想怎么问什么 第四种是试验问 试验问是你自己心里带的答案 然后去看看那个答案跟你一不一样 那这种是试验问 清楚问是没有仔细去问 没有只是随口问一下 他没有仔细的去探索这个问题 那所以要会问 就是意思就是说 把你的问题整理出来 真的把你的问题核心找到 然后顺序去请教 那如果你帮朋友问 那最好他也在场 那否则的话 你要了解你朋友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 而很明确的问 让人家容易答 这是会问 第二是会听 明辩所说跟运心意词 分这两项 明辩所说 人家说什么要会听 第一个是用四量来听 四量我们一直在强调 筛选的工具 这个圣言量 史专量 识觉量 跟自己的觉受量 用这四量来去筛选 哪一项 不足不满足 就针对那一项 再去深就跟请问 请益 那如果您找到 问得更深的东西 我想被问的会很高兴 因为他也有挑战性 他也可以争取他的思维 所以问跟答之间 两个都会有利益的 有帮助的 第二是武刚理解 武刚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谋编布局 话分章节贯通词 归纳阻止 实践要一 那我们后面就会提到 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法 那人家讲的这个回答 你怎么去把他的重点抓出来 看能不能解决你的困惑 就靠武刚去理解 那他所说的话语 基本上是法 法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观点 概念 那这个观点的概念 到底能不能成立 那你是直接 一听就懂得的 限量的范畴 还是你需要再想想 借由其他的参着物 去了解 去推理的比量 那是不是真正的 还是似似而非 模模糊糊的 你到底有没有弄清楚 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你能不能提出来 破跟立 就是说这个问题成不成立 还是他有反面的看法 在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推比八门 推比八门是 正理入门论里面讲的 玄奘他当初翻 常代翻进来 能力与能破 即是为物 能力与能破 即是为物他 限量与比量 即是为字物 就是说真限量 跟四限量两种 我们学法 听过很多法了 通常会分辨假 通常假的 我们会看得出来 但是相似的 似是而非 对我们俩是很大的困扰 所以他们学英明 就可以去分辨 什么是相似 跟什么是真实 英明主要在这里 那你的相似跟真实 就讨论的就是 你的论证过程 有没有问题 你提出来的理由 正不正确 所以能力跟能破的 都在这上面 在讨论 那这是推比八门 这个就变成 可能跟西藏的上师 学一点简单的英明就好 简单的怎么去论证的 这个方法去听 再来就是运心异词 就人家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你讲解这么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你记得是一天的 还是记得三天 还是五天 还是记一辈子 我们讲个小故事 竹八法王 竹八法王 他那个时候 有一次在台湾翻译 在台湾讲法 我们帮他翻译的时候 他讲英文 非常非常流利 那我们问他 那个学生问他 法王你英文讲那么好 你学多久 法王没有去学校 读过一天的英文书 他说那你怎么学会的 他说他讲藏文的时候 听英文翻译 他很用心地听 每一个字像刻在石板上 一样清晰 他第一场 第二场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 没有记下来的 或是不清楚的字 提出来问 就这样子 英文就非常的流利 而且字非常精准 所以他是运心意识 就像刻在石板上一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 学法也是很震撼 原来听到人家讲法 跟听到人家给你答案 如果确定没错的话 也应该像刻在石板上面 一样的清楚 小故事分享 第三个是会思考 就是我们想 这个观念的 我们的沟通 佛法的沟通 或者是任何事物的沟通 它一定是我们有个观念 有个概念存在 然后去描述它 把这个东西透过语言传达 语言文字传达给对方理解 所以它有一个过程步骤 翻译也是如此 翻译也是如此 演讲也是如此 表达也是如此 修行也是如此 它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输 那这个过程当中 要减少传达之间的理解 跟传达之间的误差 那就是我们学习翻译 或者是听法当中 所要努力去克服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会思考 在叙述这个法的时候 所谓的法这个观念是什么 那怎么给它下个定义 怎么给它下定义 我们说你知不知道法 你有没有学法 这个法指的是什么 你把这个法挑出来 我们学的法是佛法 那你要怎么给这个法下定义 它定义是什么 它怎么分类 佛法跟万法哪一个大 谁包含谁 它的分类该怎么分 那它的涵盖性 这个法的词涵盖性 周遍性 它跟其他的关联性在哪里 那它们有没有什么连结的脉络 那所以当我们去问法 或者是听法之后呢 请完法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思考人家 所给予我们的观念 那它给的这个观念 我们怎么去掌握 它的定义清不清楚 它的范畴放在哪个范围 够不够精准 是不是一体适用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去使用连结 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个演讲 我们听到学到一个法 我们修一个法 得到了某样的失误 不能够与我们的生命 就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修行相连结 跟我们的翻译相连结 那它是 它等于它只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只是我们知道一个知识的一部分而已 没有办法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要去思考 如何把听文的这个法教 或者是透过阅读所得到的这个资讯呢 去消化吸收之后 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会思考的这个范畴 再来是会检别 那会检别 我们这边把内学跟世学 就是佛教的跟世间的学问里面的那个差异 做一个简单 不见得很精准 但是做一个简单的简别 因为我们学的是佛法 那有很多那个大学者呢 他其实并不是学佛的 他的佛教是佛教知识 而不是佛法 也就是说他的知识丰富 是佛教的知识 他是佛学 但是他并不是佛法 所以那他在行文叙述的时候 他就会带着他的看法 用佛教的名词跟概念 然后灌输他自己的思想跟行为 传达给我们 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是受众 也就是说我们是接受的那一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做简别 一直强调在做简别分辨 做这个简别分辨之后呢 从他的这个资料 在资料里面得到 他到底是世间法 还是真的能够再出世间 能够帮我们 所以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简别 世间的学问呢 以个人观点为主 然后以自立为主 所以我们一篇论文报告写完之后 马上要去明发表 然后要马上去推动 然后慢慢慢慢就很多的学生来了 就变成一个学派了 那佛教不是 佛教是首先破我慢 因为所有的法目的就是降服 所反倒章人所滞涨 以这为主要的诉求 所以破我慢 然后求圣制 成熟至他为主 大称成熟至他为主 所以两边的观点 一开始的动机 站的角度不一样 第二是 世间学问是表象啦 我们通常讲就是统计嘛 归纳演绎 用这些方法呢 去把一些资料组合出来 然后至于是不是能够让你 这个了生托死 不在他的考量当中 他的范畴就是在这个 大家世间当中 世俗当中 通用运行的这一套 循环规则里面在使用 那佛教是重内意 起心跟异意 就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起心的动机 那我们追求是内在的 那可能外在的形式 没有那么严格 也不要求那么严格 主要是得到他的这个意义 世间学问要讲权威啊 讲权威 怎么讲 你做经济的时候 巴菲特怎么说 那你做什么政治的话 你就要想什么 富兰克林怎么说 然后那个林肯怎么说 都要引一个权威来讲 那在佛教里面呢 我们也引 但是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我们引是引佛说 菩萨说 两边最大的差别是 一个是生死凡夫 一个是已经解脱的人 那释迦摩 告诉我们 不要这个迷信权威 我们之前也引用过 他讲的这个小乘的经文 跟大乘的经文里面 全部都有提过 一定是简合他所说法的内容 那我们要解脱的佛法当中呢 是尽法尽德 树也有专攻 他不见得是有名的权威 比如说像八十成就者里面 什么身份都有 有缝衣服的啦 有流浪的啦 有在那个河边捡那个鱼吃的啦 通通都有 我们看的是他的成就跟身份无关 这是选择老师的不同 再来就是世间学问是量化 科学就是一定在同样的条件当中 每一个人去做都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其他就是一个量化 那佛法不是 佛法是看人的因缘 你的业力 你的根气 你的这个成长 个个都不一样 所以他必须应激斗角 所以他不能够有一个 一体适用的一个方法 简单讲 每一个人都会生病 但是每个人病况不一样 同样感冒的人 医生开出来药也不一样 这是没办法量化的 再来是世间学问里面的 训练个人的主观 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观的看 那佛法里面其实没有主观 没有我执啊 怎么会有主观呢 就是单位有请随身众生 再来就是世间学问 比较容易迅速下结论 因为你必须要赶快有结论 有报告赶快交出去 可是佛法没有啊 世俗假合 世间是世俗假合无常便灭 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时间的规范 说我什么时候要做到什么 什么时候做到什么 那这样就变成长了 变长法了 那世间的话 一旦它的答案固定之后呢 它导出结论答案之后 固定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答案 固执不变 那佛法不是 佛法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法如救疗 事病与药 再来 世间的学问 心灵成长很容易停滞 停滞 它达到了那个 我们讲说达到社会精英阶级 达到那个部分 大概它下面就不 上面不太有人了 它大概心灵成长 它就认为它很OK了 它这样过时 是算成功人士了 可是佛教不是 佛教是 单位地义诸群生 常学无上最甚至 我们说我们不用再学 这种情况就是成佛 佛是无学位 佛以下的资良道 家庭道 见道 修道 全部是有学位 那自学的方法呢 目标 方法 结果 在世间当我们做学问的话 大概就是定立一个目标 你要做什么 然后开始找你要的方法 最后导出你要的结果 就完了 那佛法呢 它的自学法 我们放在下面来去讨论 那过程的话 就是收集资料 抬笔 提出见解 下结论成为定见 然后开始就是 宣告你的看法 那佛法是其实众传承 讲思想经验的 然后这个思想经验 是有中去条理的 理解 然后是架构你的建修型的次第 最后的实修实证 然后再向上一层提升中去 所以五到十地呢 就是不断提升中去的过程 那这是我们把世间法跟佛法 做一个这个拉开 做一个对比 那我们当然在世间当中 我们知道世间法 我们要解脱 我们也是知道佛法 那可能如果我们不是学佛的话 知道世间法就可以了 第下一个就是一指善知识 一指善知识很多经典上面有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说一指善知识 什么才是善知识的条件 经典 这个华炎经也好了 那个普玄上师研教也好 中科巴大师的普玄教 刑罚者所具有的功德 刑罚者有他的功德 我们感觉上 世间人觉得 低声下去问一下问题很丢脸 那藏传的经典里面 好像有 沙加班赐达的还是谁的经典里面 有这个说 提问不需修 文书一成学 我们问一下问题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丢脸 文书菩萨也曾经干过这件事情 我们在过程当中不需要因为要问人家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 不需要 求法者具有的功德是诚心爱法 生意我慢 你要爱法你才会想去求法 那你要能够谦卑 知道自己不够 你才会去向他求法 这个生意我慢 好像六祖谈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个谁去跟他 跟六祖求法 然后 拜下去之后脑袋 不碰到地上 所以 六祖就说 理系则漫长 头系不点地 你心里面一定有不服 提出来问吧 那个 最后面那个我慢 还是没办法滴下去 那 再来是赶己所缺 知道自己所不够 那要很长的反省力 知道自己不够 知所应求 那也要很长的观察力 知道对方有这个 是我们可以弥补我们的 所以知所应求 然后再来看到他人家的功德 见他功德心目可养 见到人家功德心目可养 是很困难的 我们通常都看人家的过错 很少看到人家的优点 那稍微有修养的人 只是看到过错不讲而已 要赞扬人家的功德非常困难 否则 华音经就不用讲随喜了 他一定是很困难 所以才要把这个七支 把我们修法都有七支供 顶礼 供养 忏悔 随喜 秦砖法人 启伯 这是 不如涅槃 善业回向 有这七支 这七支要裂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 他才要裂在上面教育我们 如果我们 很容易做到 他就不需要讲了 有没有在外面教呼吸的 除非气功以外 没有人教你怎么呼吸 因为大家都会呼吸 所以他裂在上面 随喜很困难 随喜要看到人家的功德 看到那善业 然后发自内心的响应 所以见他功德 心目可养 他有这个本事 我好想要 然后我愿意跟他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人要很大的善业功德 福报才能够这么签下 再来是因时启程 如理请义 有的时候我们求法心切 不太看环境 人家在忙着 插了一句话去跟他求法 是比较不礼貌 虽然人家不会介意 虽然上司他们不会介意 但是是不礼貌的 所以应该要看情况 他这个时候有点空闲 然后你跟他问一下 安排一下时间 正式地跟他请法 应时要看时间 跟他禀告 然后如理请义 再增加功德 住法流布 请法的人有很大的功德 因为他除了增加自己的功德以外 他可以让法流布 如果都没有人请法的话 这个法就断掉了 所以请法者有非常多的功德 不是说法者有功德 请法者有非常多的功德 为什么很多的上司 他好像要人家煽情事情 才要说法 何故不说待情 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学问 然后你没有要请求他 他不讲法 因为第一 可能我们不信 我们根本不相信 可能不信法也可能不信他 第二个是不敬 觉得这个我跟他太熟了 我们像兄弟一样了 所以不会跟他问法 他也不会多讲 因为我们对他其实没有恭敬心 只有亲近心 亲密的心 不是那种干净的情境 第三个是无知 心里面没有放在这上面 第四个是烦恼残服 故无意请 所以佛法都是带请 请他才会说法 释迦牟尼佛成佛 也是犯天地式 请法之后 他才开始讲法 专法人 所以我们藏传不是都要 八几项八日物 请法要供养 像他这样子要请法才说 在我们汉传传统也是 儒家里面君子如寇宗 大寇大银小寇小银不寇不寇 也是要经过请法 他们才会说 那第三个是以 我们请法的态度要由衷 要恭敬 要信解 要知德 要知机 由衷当然很简单 我们身心 发自内心的想要 请他传授这个法 我觉得这个法 可以让我继承成就 或者是 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对我有非常大的利益 能够帮助到我的生命 第二个要恭敬 请法的时候 要非常的 发自内心的恭敬 要很恭恭敬敬的请法 不是对他 而是对他心绪当中的法 那再来是信解 要相信他 那当你跟他请法的时候 你心里面不带着相信 只想从他那边得到答案 基本上就是 不是一个正确的行为 第四个要知德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要弄清楚 那他是实修的上师 那你要他做辩论奖金 他根本不愿意 那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博学的大班智达 你要他带你做四家行 你也太 那个大才小用了 太勉强了 所以要知道他 在这方面的擅长 然后知机呢 要看时间 看机会 要知道 要观察 然后先掌握这些 谋定而后动 简单讲 那有很多的机会 去问法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这个机会 第一个是套问 那我们跟这个上师熟 但是我又 又不想要那么正式地 从他那边 这个接受灌顶 或者是说 到他的课堂上上课 我就随便看看那个书 找的问题问他 希望能够从这当中 就得到跟他一样的 这个看法跟了解 这种用套问的方法 来问问题 在聊天当中探问 这种做法是对法不恭敬 那当然 那个他在疑问不愁答 人家有问题问 他们受罪 他们当然会回答 可是他所回答的 就很直接 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很片段 很难完整 有个全面的 那偶尔有单向的疑问的话 我们看时间 跟他说明请教是可以 但是机会在聊天里面 不断地套问正法 那特别如果在吃饭的 那个聊天的场合里面 喝茶的场合里面去问法 这是对法非常不恭敬的 但对讲法的人也不恭敬 第二个是乱问 这是你的言词混乱 语力不清 不知所云 然后也没有先思索 组织内容 没有吃地 就想到就问 就乱问一通 该在前面问的 在后面问 然后该在后面问的 大问题 跑到前面去问 像这样乱问一通的 是忌讳 他泄露了我们对法的无知 所以我们要先整理一下 然后再来提问 第三个是追问 当人家得到答 当他答复之后 我们得到了那个答案之后 没有想他为什么 这样子答 我们不是前面讲说 那个佛法上面回答 有四种答吗 那个决了答 解义答 这个质答 质问答 跟反直答 这四种回答 一个是决了就是 对不对 是不是 很简单的 然后解义答 就是他必须要帮你解释 为什么这样子 那这个反直答 就反问你 是吗 你说呢 这种用反问的形式 质问答是他根本不回答 不回答的态度 就是一种回答 已读不回啊 现在 质问答 那所以他 我们问法之后 人家回答 我们要想一下 他为什么这样答 那他回答到我们的问题 我们问题问的 我如果不了解 是因为我问题 问的不清楚呢 还是 这个问题 其实是 他给我的答案 是对我的一个指引 不是针对这个问题 是针对我的程度 都有可能 所以要先去想 不是说 回答 不满你的意的时候 一直频频的追问 第四个小问 望大答 他像口诗老师 那个出题一样 那你 答者 要做答辩 要长篇大论的解释 来容去脉 才能完整回答 我们找了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空啊 这个你要这个老师 怎么回答起 他从定义 从思想 从背景 一大篇的 所以你出了一个 短档的 要人家 通篇回答 有漏也不行 然后没有漏 要花很多时间 气力去回答 也不知道 你到底能不能懂 那这也是 问人家的一个忌讳 第五个是白问了 白问是什么 得到人家答案修法 得法之后 不记不修 首先讲完 今天忘记了 然后过了没多久 就提出来 再问一次了 那其实这个 这种做法就会 第一次人家 会给人量 第二次呢 反正他初学 可以理解 第三次 大概你就很难 再问到法了 因为你答案 没有放在心里面 代表你其实 你对他没有那么重视 他对你不重要 你才会忘记 我们不会忘记 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也不会忘记 你提款机的号码 可是你会忘记 他回答 可见的在 这个答案 在你的心中里面 比不上你的身份证 跟你的银行 提款号码 第六个是不禁问 不禁问是什么呢 你跟这位上师 还没有熟 有冒昧 问很深的法 而且你没介绍自己 然后或者是说 你跟他换了一个 通讯媒体之后呢 啪啪啪 你马上用通讯媒体 为他一大堆 修行果的东西 那对法对人都不恭敬 如果你跟这个上师 这位上师很熟了 然后他也知道 你的修行 所有的情况 都清楚了之后 才在他的个人之交情之间 允许当中呢 他可以让你这样问 才不会构成不禁问 这六个问很重要 我们有很可能 在自己不知不觉当中 用出现这六个问 就被人家打枪了 就你后面要问法 就有点困难 再来是请法的方法 请法的方法是 当你确定你要向他请法 他也答应的时候 我们先了解 我们要了解情况 你要求这法 有什么特别特殊 那对你来说有什么需求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在哪边学 地点 那你是一个人学呢 还是带着伴 带着你的朋友去学 先把你要问法的 跟他可能回答的 先考量一下 然后在第二项 进入到育情法的性质 你要求什么法 我们求经典的解说 没有人数限制 但是如果你是要求 秘法的讲解的话 你可能多带了一个人 你就听不到了 他不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得过灌顶 秘法是不能泄露的 那实修的行词 他也不知道 这个人会不会修 所以他也不会讲 所以你要求很深的法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经常都是朋友 大家好好朋友 一起去听法 就往往到那边去 他就是牧童理论 从最粗浅的开始讲起 因为他不知道 你确定里面 到底哪些人听过 所以他至少从最浅的讲 所以自己找自己麻烦了 所以我们请法的性质 要先弄清楚自己 第三个 要拜会请求 自述学法历程跟求法需要 你学过什么法 你修过什么法 你要跟这位上师请法的时候 你要先跟他报告清楚 但他心里面 他也才有谱 当你修得好不好 他看得出来 可是你修法的历程 然后你移植过哪些上师 你跟这些上师的关系是什么 要跟他报告得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跟假上师学完之后 某位的A上师学完之后 跑去跟B上师学的时候 如果两个法教没有冲突 传承都一样 成就也都会一样的 但是有的时候 教法的顺序或内容技巧会有出路 你相信谁 你会相信谁 那你是质疑过去教授你的恩师呢 还是质疑你现在要请问的那个老师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先考量好的 否则你对求法那个对象是很不礼貌的 那关键词当然就是说 我们自己由衷需求这个法 我们能够承受自己的发行利益他人 通常如理请他就会如理的教授 第四个如果是密称行者 你已经有上师要先禀明自己的上师 你要向某位上师请法 那原因的理由是什么 代表尊重你以前的上师 每位上师他们擅长的 他不是之间的嫉妒 不是这个 而是对他的尊重 每位上师擅长的法门 总会有特殊擅长的那个部分 讲中上师37个 还是讲清职王博37个上师 中科巴大师好像五十几个上师 上师之间没有忌妒 但是你是需要尊重 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 尊重这个上师 先去跟他禀明 我可能要跟某某某上师求 某某某某法 他这段时间有时间 然后他又愿意怎么 那这样他比较如理 第五个是应允后择其正式请法 通通我们如理走完那个流程 报告完了 他看他的时间 哪个时候有空 我们在真正的正式的请法 准备阿达 准备这个贡品 代表对法的尊重 的一个正式的请法 这是请法的方法 态度跟方法 那下去就是依教奉行了 依教奉行 他所教的法 我们分两个 佛法里面就是一个是理论 一个是实践 理论的部分 分了几项的学习的方法 第一种是藏传的读书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武刚 那武刚是格鲁派书里面 我们之前提过 在格鲁派书里面得到的 张汉大词典 还有董家 董家清雷 董家庆青雷 董家庆青雷 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学者 非常博学的 他编过大词典 然后还有他的一大套的文集 当 这个 可以说 目前这个时代里面 非常非常大的学习 在他的那个 大词典里面 跟张汉大词典里面 都有提这五个 某篇布局 那里面有点解释 就是大纲刺激的铺陈 分解 药义 统筹章节 第二是划分章节 那划分章节里面 主要是科判 摄药 差异特点 第三个呢 是贯通词语 词 字词的 细 细节 跟互相的连结 第四个是归纳主旨 怎么归纳会诊 前面所说的这些的道理 第五个是实践药义 那实行 结论 去实践 我们这个五个 五纲呢 是我们基本上 看所有的书 都可以用上去的 它都可以用上去 我们 有一张那个附录的 附录的藏汉对照的那一张 读书五纲 对 对 这一张 它基本上 青岸 五个纲要 那它基本上 它是藏文翻成中文的时候 意义上 翻成谋篇布局 中文的意思 它其实 第一个前面只是 它的概构 次第跟 铺层编排 我们有一个 很大套的理论 要怎么去把它给 化为 语言 或文字出来 传达给对方 宣传出去 宣告出去的 第一个是 在你心里里面有一个谱 在你有个酝酿 这个时候 你的概构之地 你第一段要说什么 第二段要说什么的时候 心里面会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想法 然后你这个大概的想法 的内容 你要怎么铺陈 重点在哪里 去分解它的要义 同理章节 作为总义 这两项合在一起 翻成中文的意义 它翻成谋篇布局 它那个小字 下面那个藏文 下面那个小字 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东吞 它两个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两个词里面 都有各有它的含义 所包含的这个意思 第一个 我们 讲经 或者是写作 辩论 习里面都会有 自己习里面都会有 一个很大的概念 人家问 也是从这里面拿出来 回答的 那这个东西呢 在 这里头就放成了 某篇布局 那我们的叙述的过程 把它 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 你怎么把它 划分成章节呢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层次 它的递径 就是它的层次 跟它的差异特点 差别特异 它的差别特点跟差异 一层一层一层的剖析下来 一楼 像我们去逛白货公司 一楼卖什么 二楼卖什么 三楼卖什么 那一楼 一楼通常卖 女性用品 化妆品这些的 它算了 他们就按照这个 人流量来算 最会买的在几楼 几楼几楼 它也是个谋偏布局 它要卖的东西 就是这些了 然后它的楼层的划分 就是划分章节 哪些年轻上班的女性 他们买化妆品 买那个皮包 最多香水 所以它一楼 它就放了这个部分 二楼呢 稍微一些高档 一点的精品 然后年轻人的东西 就是放到地下室一楼 他们按照这种的方式 去安排 这就是划分章节 它的各个各的差异特点 去吸引它不同的人群 那划分章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文词色药跟示意层次 也就是我们中文在常用的科判 所用的这个科判 我们通常从科判 可以看出它的谋篇布局 也就是我们看世间的书 只要你看目录 就知道这本书在说什么 然后它的章节 它的层次都可以看得出来 科判就是目录 我们看着目录 那第三个呢 是贯通词语 贯通词语它一样是两个 一个是文本文字的解析 每个字的拆开解析 每一个字 佛法里面每一个字 要么是单字 要么是复合词 那单字制成一个字词 复合词变成一个词 它其实反映都是一个概念 反映的是概念 那透过文字解析 才可以把那个概念给 这个发明出来 挖掘出来 所以我们去理解经文的目的 的第一项 做翻译的第一项 去理解经文 其实是透过这个文字去解码 解码我们后面 它所要表达的那个概念 那由于文字本身的差异 我们中文是表意文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会被那个文字所误导 中国有没有那个非表意文字 就是用那个标音来 有没有八卦 前三年昆六干坎中满黎中区 八卦用那个符号去表 表示它那个意义 但是那套没有变成一个 完整的文字传下来 它就变成只是一个符号的 一个表象了 好像道家的修学系统 有把这套文字变成表意 就是它用那个坎黎 就用了八卦的符 对应在身体里面 那个气的运行 有那样修行 它就是跳掉那个字的符号 直接用跳掉的字 表意的文字 用符号去做代表象征 你看那个内经图 还有修真图 它都是一个人 然后一大堆的象征的图在上面 对不起 扯远了 章节完了之后 我们的章节特意出来之后 你总要用文字去叙述它的层次 所以就是文词色谣跟诗意层次 在划分章节这一项 对不起 再下去贯通词译 就是本文文字每个每字的概念解析 然后藏文 范文 它原先它都是字符字符的扣节 藏文就是格助词 虚词 这个八转原生 那范文当然就有单数复数 单数双数复数的差异 那有这些的扣节 透过文字的扣节 变成了一个词 或者是单独一个词 那所以在解释的时候 他要把它拆开 分开 比如说我们看到 那个范文的双数 看到范文的双数 我们看到那个字符 也知道这是双数 虽然他用这个词 但是你看得出它双数 他透过这个方式去看 那我们看那个藏文的顿读 那我们看到那个读是有意义的 代表什么样的目的的 所以透过那个字符去拆开之后去认识的 那这是贯通词译里面需要做的 在中文里面 或者我们读书的时候 贯通词译就是 他这句经文 他这句经文 我们怎么去理解他的 那比如说 往昔来所得慧眼 未曾得见如是圣生之经 那你往昔是指什么 往是什么 昔是什么 然后合在一起来复合 只是个往昔这个字过去 那往昔以来所得慧眼 得到的慧眼 开始了慧眼五个眼其中之一 那什么是慧眼 那一个字一个字去剖析之后 再把这整段经文的意义串起来 才去解释他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这是贯通词译里面用的 那这一大篇文章下来 或这一大段文章下来之后 他总有一个诉说的主诉求 主要的诉求的主旨 怎么把它归纳下来呢 就是论意归纳会整的科判 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一大段 他所说的精华 给挖出来之后 它的重点在说什么 我们讲了那么多话 讲了八大段 那这八大段你可以总结归纳出几句话 这是归纳主旨 那佛法是实践的 佛法不是学问 佛法是实践要用的 实践要用的话 当你归纳完了主旨 你怎么去把它实行实践出来 所以放上了实践要义 那就是方法的精髓或其奥义 实际去实行的这个段落 那一般的书大概就做到归纳主旨 就很好了 那因为它是佛法 所以他把实践要义放上来 实践要放上来 所以我们在看佛经的修行当中 不管什么样的经论 还是密法的教授 其实他前面所有的铺陈 都是到最后面的实修要义 到最后面的实修才能够正确 都是指向这个目标 那世间学问 一般做学问 就是前面的一到四项就够了 就绰绰有余了 所以这是读书五纲的一个方法 所以以后我们不管拿到的是 经文的直接翻译 还是在转译 还是我们在学习过程 看哪些大师的传记 笔记 大师的讲授教授 其实都可以用读书五纲去扫 扫出你要的这些内容 跟它的精华在哪里 第二个是文献简别 第二个是 还是附录 文献简别的应用 对对对这一篇 这一篇 因为我们 我个人以前做翻译 翻译的时候 那个藏文的资料 其实不是很充足 就有很多的词 它是不够的 就我们只看大词典 它真的是不够用 所以我们就必须从很多 以前祖师 或者说以前的义师 他们翻译的书籍 综合法大师的广论 《普教次第广论》也好 还有《菩提政道菩萨戒本》 还是《密宗道次第广论》 《克主杰》《密宗道次第广论》 《沙拉派的像大臣妖道秘籍》 像他们这些的书 有些词汇 《帐汉大师》里面没有 我们必须去看 以前写的笔记 或以前人家翻译的作品 有的是经过人家再整理的 就是说像《广论》 这些都是 第一手资料翻成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参考价值很大 我们也可以从藏文和汉文对读当中 得到我们对这个词的了解 跟对意里面看出的词 这是没有问题 可是当我们看 像从《藏密七法药》 《六成就法》 《一文十文词》 它的英文版翻成中文 然后再从中文我们去阅读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它透过了外国人的翻译 也是它转两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有些人在拿那个资料来写 像可能现在已经没这个问题 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 以前我们在读的历史资料里面讲说 撒拉派最高的法是大元圣会 那个年代里面 他们知道是大元圣会 那大元圣会是什么呢 其实大元圣会 两个方向来讲 一个大元圣会 其实它是翻大元满这个词 那它把那个大元满的词 因为想它是书胜智慧 就是大元圣会去翻 那大元圣会这个词的书名的时候 它其实是隆清凝替的大元满的导影 叫无上本质 叫无上本质 以西拉玛叫无上本质 这个这本书 那他们就直接这个书名就没用 直接用大元圣会这个字 那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民国三十几年 民国初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传从那个西康那一带的上市 慈悲汉人传到这个四川这一带 然后再带到内地来 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就很多人就以为 大元圣会是撒派最高的法 撒派最高的法 大家现在都知道是盗国了 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在我们学法那个年代 没有那么多资料的时候 我们还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后来吃了很多亏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的文献简别 去发现 它当时也是第一手翻译 第二手翻译 还是人家引用的著作 就变成说 一样很仔细去筛 它有些的著作 提供的资料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平常 像大宝坊的传记 它从英文资料翻过来 可是它里面提到 很多经典的名称 他们那些大上师 为什么要学这部经 这个对我们来说 它资料量非常大 资金量很大 他学这个经 谁的注解 他学多久 给我们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注解上面 我们怎么去把他的这个要点 给拿出来 来帮助我们去追寻 去追寻关于这本书的资料 那他所提到的这个观点 以后对于我们翻译上面的名词应用 有没有帮助 理解有没有帮助 所以后来就吃亏吃多 就自己写了一个文献简别应用 去用来筛选的 那里面当然就是 医学型兼备者的著作为首选 那白话的阐释不如原点 那读书一经 经一问书 就是这个经典的 我们看 当然一定看第一首的原文 本文 本文看完之后 再去找那个注解的文 来对照 来看他这句话怎么说 就像我们举的 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 当然所有的开经 只要是佛说的开经都是如是我闻 可是 这个如是我闻 在印度 在印度的时候 有谁谁做过注解 像纠摩罗舌的大智度论 他对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 这个每个字 他都通通做了注解 那到了唐代的时候 元策 那个三藏法师 玄奘他的弟子 他在写注解的时候 他又把印度 什么长尔三藏 谁谁谁 然后那个真帝 他们当时候的大师 印度的大师 对这个如是我闻的注解 一个一个列出来 所以依照龙猛宗怎么解释 依照龙猛宗就是 宗观的解释 那依弥勒宗或 那个无浊宗或无助宗 其实指的就是 为师宗的解释 他们怎么解释这些词 他很清楚地明白地列下来 所以当我们看解释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那个 解释他的那个书 再回过头去做翻译 经文的那个部分的话 不会太离谱 因为你已经知道 他在说什么了 表达上就不太会出错了 简别的由就是 多读博文强记 于不由出 有疑方式尽 宋代是张宰 还是谁的 还是陈昊的那个 读书的那个方法 那静信书不如书 自立澄清自己的思想 利他 剥削 审问 甚是明辩 读行 这是宋儒的 宋代的那个读书人的方法 反伪论 误解 传操比误 俄论 求真求实 真实意理 建构思想 不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通通都要做一个文献简别 那简别的对象 当然就拿翻译的经跟论来看 那经我们用诗卷识地法 来做一个简别 所以我们在之前 第一堂课里面讲 那个 伊纯 伊纯受经 公元前两年 那个大陆之的 或大约之的那个使臣 伊纯来到汉地 然后对于 那个博士弟子 锦儒 讲那个福徒经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用佛教来看的话 有诗 有卷 有土地 然后有时间 有地点 有法 这五个 所以在我们来看 它是成立五元满的 那在论上面来讲 简别论的话 论我们来看论的话 有作者姓氏 诸作五本 这诸作五本是西藏 写论的 去看一本论的 这个标准的一个规格 格鲁派有些 佛学院出版的书籍 他直接在上面就 这个诸作五本 直接写在上面 谁写的 取材内容是哪里 然后内容是属什么 那诸是需要 前后通编就是内文 所以他就没列上去 那个德邦寺 好像 开国邦寺 好像有以前出的书 上面都打在那个 那个晶体上面 封面上面 对 那 有两 对 他们就直接在书上面 拿来你看就很轻松 你就知道他说什么 就不会去猜半天 简别对象 当然这里面 简别上还有很多是 现在人的翻译 或者是整理过的书籍资料 那过了好几手 可能他从 从英文 那英文的译者整理完之后 又过到谁手上 然后在谁的手上过来 那有些是 以前很多的上师 在课堂上面 用英文讲法 那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 录音下来 然后记录下来 打字之后 再翻成英文 做成英文 英文再翻成中文 这中间就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 对大众讲的时候 讲解的方法 跟对 私下对弟子讲的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 解释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它是个封闭性的 我们等一下还是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后面有列到了 讲记跟论注之间的差异 那所以 它过了好几手 它是有资料存在的 但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个资料 我们是先需要筛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一些 辨别的技巧来看 那就是技巧 第一是史变 用历史来辨别 它的出处来源 信史 野史 证明 相关资料 它是一个很正规寺庙出来的 还是它是在寺庙里面讲解 私底下几个人做的这个 记录 记载 那还是传说 它只有一两个人 传说是从某位上司的身边 听到法座的记载 这个就要先分清楚 很多公众的人在当 这个检核的时候 当然就可信度高了一些 那如果没办法追索 史赚量达不到的话 当然就可信度要降低 不代表不可以的 那证明 有没有什么证明的相关资料 来证明它的出处来源 第二个是版本文物 看科地 看科实 看科者 看科版式资料跟研格 这些刷一遍 大概就知道 它是一个正规的出版物 还是人家的个人学法笔记 那个人学法笔记会出现的问题是 它有没有听懂 它写的字对不对 我们以前发现月亮宫 有些的师兄 他就直接写月亮 太阳月亮宫 因为发音很像 我们咬字又不清楚 讲得又快 所以他就直接写月亮宫 中间的误会误差 所以从这里面去看 第二个是人辩 谁是著作者 他如果讲的是某一部经 像那个 甚至那一 阳宫朵戒 干妈巴写的 阳宫朵戒 然后有霞妈巴的注解 有蒋宫康祠的注解 那它以哪个注解为主的讲解 那著作者 传译者 有哪些人传授 那它的传承脉络 跟派别分析 传承脉络很重要 像比如洗金刚 沙家派的洗金刚的姿态 跟嘎曲派 洗金刚的姿态不一样 他们习惯用的词 来解释 来称呼洗金刚的词 也不一样 只同样一尊 所以传承脉络去分析 然后派别去看待 去分析 用人来辨别 所以如果他用的 你翻洗金刚 听这Gate 朵戒 你就知道这个 大概是偏沙家派的 给巴 朵戒 那大概是嘎曲派的 你可以从他的用词 可以去判这个人的来源 如果他用的是 沙家派的口吻 那他解释又是嘎曲派的 那只能证明一点 他可能没有直接 从上师那边得到教授 他得到文字资料 可以从这边去推断 那他在这种 得到他文字资料的 不是他文字资料不对 而是他投到文字资料的时候 就会有他阅读上面 跟口学上面 是不是那么精准的问题 从这里面去观察 那再来是里边 我们看完了历史 看完了人 我们看到底 里边就是教跟 正两个 教职前后 原文前后经文的连贯 他解释的理去跟派别 还有学者的观点 还是行者的观点 还是实证的论点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一个没有禅定过的人 写一本解释禅定的书 那你只能看他给的资料 他的禅定经验 是我们需要一个问号的 那一个没有读过经典的 他在发挥 也不是不可以 六祖慧能文盲 灭日巴大师 他也不是博学派的 但他们的东西都很精华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有脏皮的意思存在 而是说依据他的特点 我们去做判断 怎么去接受他 一盘菜炒出来 不是每盘都好吃 但是有他的营养不一样 好吃吃味道 不好吃就吃他的营养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理政是教相跟事相 就是他提 你在看这些内文 他在叙述 佛教大拜都是在讲教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教理里面去看 他引的是圣言 那他引的圣言哪些经 西藏的 翻译西藏书籍有个很好的好处 是他们讲论点 讲完之后 他会引教证 引教证一出来 你就知道他用的是三法轮还是二法轮 三转法轮还是二转法轮的论点 他引那个解身秘义经 一定是三转法轮 不可能是二转法轮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去看 他的整篇下来的思想有没有连贯 然后解释的角度有没有精准 那你这样又可以从里面筛选出一些 你可能可以用到的一些资料 那再来是事项 事项你就只能靠英明了 归纳 我们做笔记不断的重点 谢谢 归纳出这几条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道 道的那个 关于道德的道的那个归纳 它可能是哲学 道家的哲学 可能是说话 道可道的道 讲话的道 常言道的道 可能是运行 天体运行的法则 大自然运行的法则 道法自然 那可能它只是指着这个道路 那也可能讲的是哲学体系 所以当你归纳久了 你会分析出来了 它到底是指哪一个方向 那另外是用英明的大色 大色的意思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主张的那个 主张就是Sara 所明 你主张的你陈述的那东西 下面的那个理由是什么 下面的理由是什么 你说你要买上 你要买101大楼 那你要有那个相对应的财力 所以如果你前面只有主张 下面没有理由 没有证明 那这只是空话 所以用这个去推断 它讲那个理 正不正确 对不对 那个一般翻译或一般没有实修 没有修行的人 他整理过的那个书 出现的问题就是 A是对的 B是对的 C是对的 三个加在一起不对 三个概念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概念就出问题了 就不是那么精准 不是精准 第四个是词变 词变就直接从它文词里面看 名词定义清不清晰 然后术语的应用准不准确 精不精准 然后有没有忘文附会 还是很多东西没有的 它为了行文让你容易懂 它添进去 那这无中生有 还是它其实只是在叙述中 它懵懂不变 它的名词 它所有东西的叙述都很模糊 那我们从这些 从四个辨别下来之后 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本书你要不要用呢 这个是先挑书资料的方法 第二个是抉择书论法 挑完了书 我们怎么把这书里面 这是世间的学问 那个参考就好 我们看到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怎么在里面 把它的内容抓出来 那通常是用于谋篇布局 跟挑选深读的书 你塞完之后 你要不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它 既然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它的话 你就需要一些方法 去把它里面弄熟 我好像记得南海景先生 他说他的中文 其实最通的是 《幼学图书穹林》 有一本书叫《幼学图书故事穹林》 它就是介绍各种的典故 然后都是运文 四个字 从那个勘语直观 以前的观的名称 到天文 全部都在里面 全部都有一个介绍 但他背得很熟 所以 那是他深读的书 所以那个中文的文学 造语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看他的书上是这样提的 那也是一个线索 也许我们把那本书弄得熟一点 可以中文程度也会变很好 那我们拿到一本书 确定要读他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作者是谁 看作者是谁 主要的目的不是权威 而是我们从他那边 看这个人的为人 的人事 背景 学习 思想 可以从这边读 读到 我们读杜甫的诗 诗史 我们读杜甫的诗 可以看到唐朝的痛苦 三别 新婚别 离家别 垂老别 可以看到唐代 安始之乱之后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果破三合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 看那个人不是 这个是谁谁写的诗 我们就一定如何 而是从他这个人的后面 看到整个世代 那 可以看到他的学习 思想 看到他的味道 所以当我们拿到这本 某某某翻译的书 或者是某某 介绍哪本书 很好的书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推荐人 这个人 去看他后面的时代 我们拿到一本 中科巴的书 我们看到中科巴 我们脑袋里想的 不是权威 而是中科巴主持 他是 他的学问 他的背景 他是如何的学习 研读 他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上面 有什么特殊的突出点 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学习 有一位上师跟我讲说 你知不知道 你看历史书 跟他们上师看的那个历史 我们看人文传记 跟他们上师历史传记 差异在哪里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这就是记载他们的那个 发生过的事情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你们的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 他猜大概都是说好的 那我们看上师的祖师传记 根本不看那个 看他怎么学 跟谁学 学什么 怎么苦修 然后最后得到什么成就 完全是学习的步骤跟内容 所以他们教我们看书的时候 看这个人的时候 看的背景的 看的那个范畴 跟我们自己看 某个名人传记的范畴 基本上就是截然不同 那看了作者之后 后来看通篇总览 通篇总览 我们大概就直接看那个目录 从目录扫一下 就知道他的中心命题在说些什么 那他的注重在哪个地方 第三个他主题 关键 他命题资料 他组织应用的角度跟方法 他中间的那个串接 思想细不细腻 第四个见识利润 他的见地到什么程度 有些平铺直续的书 其实他的那个见地 没有达到那么高 勉强去解释很深的见地的时候 你越听越模糊 会抓不到重点 本来你觉得很清楚 怎么会绕成这个样子 结果连自己都怀疑 自己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了 那这个是看他的见识 那再来是取材布局 他引用的资料多不多 那他引用资料的时候 跟过程当中呢 他的手眼裁断 他的结文 引文 他的用法 精不精准 那解析段落 解析他的段落 看他那个文章的梗概 然后他怎么把这个内容 铺陈出来 他的运筹大意如何 然后前后印和 正习转合 理路的经出 整段的续文呢 他的这个直数 倒数 然后 这个 分岔出去之后 再拉回来 等等呢 他所叙述的 到底 连篇累读呢 还是很精要 简单 那潜实用句 就完全看 这个错字 寓语 是术语 对不起 术语 术语达意 跟副识内涵 看这个 看他潜实用句 那个专业的 翻译是 专业的 那 翻译在专业的过程当中 用不出专业的术语 代表这个翻译的本事不够 不够专业 简单讲 你去开一个医学会议 然后在医学会议里面 全部都是用 都用不到那个医学的术语 那这个医学会议一定不是一个科普的 一定不是对普罗大宗开的 他一直都是用 大家听得懂的 他没有用到术语 但他一定是对普罗大宗开的 他不是一个专业性的 如果他是一个专业性的 在讨论科技的 然后真的只有科技人听得懂的 那可能是很专业的 我们不是那个行业里面 都听不懂 同样的那个翻译在用书的时候 术语是很重要 掌握术语就是掌握他的那个概念 再是术语定义 他如果术语用得好 然后你每个术语的定义 又用得很精准的话 就知道他非常精专 然后这样这本书应该是可以 可信度非常大 我们对这本书是有信心的 那也就是我们修法的时候 如果用这本书来当做修法的准则 会很有帮助的 那运笔成文竖起理 引正经为之度 就看他这个文章的翻译 就文章的表达 然后辨识扬针 献笔破例 请理俗从 他讲道理的多呢 还是他都是情绪 第十二是三皮剃骨 剃出文字旁如的指甲 所谓的是资料还是情绪 很多的书 三万字三一三可能只有五千字 只有五千字 其他地方都是他情绪的表达 所以我们哪一本书 其实我一直说 我们时间不多 不要看太多书 但是我们看的那个书 一定要是非常的 一本可以抵很多本的 那样子的书 才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看的 那这是一个抉择的书论法 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抉择人家 那我们自己翻译的时候 他提到了每一点 我们自己要多注意 人家可能也会用这个方式来看我们 只是我们现在是看世俗 读世俗的书来增加我们的资讯跟资料 比如说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印度思想史的书 那印度思想史的书 专家学者他会有很多讲解印度思想的东西 他就会引用到梵文 那那个梵文的词跳出来之后 对我们佛法来说有没有帮助 然后我们在翻译它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词的概念跟我们一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世间的书里面去筛选出来 我们可以用的 简单讲再简单讲一点 当我们读一本印度思想史的书的时候 我们在翻译佛教中义的书的时候 就帮助非常非常大 因为佛教的中义的书籍 所讨论的外道的思想 长段外道的思想的资料的比较少 相对比较少 所以你要真正的了解外道的思想在说什么 而凸显出我们佛教是真正的真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需要 需要看一些印度佛教史 不对对不起 看印度宗教史或印度思想史的一个书籍来做参考 那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字给挑出来 我再可以挑出来 举一个比较具体的实例来讲 藏文的资敦翻成中文 翻成词意或句意 词意跟句意 那这个字 范文叫什么 我忘了 我知道范文 我去对过人心三波翻成内 位字 那唐代的翻成句意或者是位 我们念礼曲经里面有一个妙式清音位 妙式清音句是菩萨位 有这么一段的经文 那个句跟意是相对应的 那这个词呢 它其实就是 这个字所对应出那个意义的概念 它是两个是配套配成一组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有的时候他们现代的英文把它翻成范畴 范畴在哪个范畴当中 那在印度的基本的文字里面 我们以后会把这个当 讲那个翻译词句的时候 会把这详细的字句拿出来讨论 它就可以投印到 投印到你用这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所表达投印的那个概念 所以句意不是句子的意义 是你用这个字 这个句跟那个意 两个合在一起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 那在龙青霸里面 有个七顶嘴对不对 龙青霸把这两个字直接翻 直接用法界 法性 用法性来代替 他直接用那个字来 所以光这一个字 我们可以从印度的思想里面看到 然后可以拿到藏传翻译 跟汉传的三个文体去做对应 所以筛选这个字 筛选这些东西是有它的需要 可以让我们翻译精准一些 所以要做的工作 做翻译要做的工作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讲 柱的这个内容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新的书上面都会有个柱 我们怎么从柱去评论 去看他这本翻译的书 或这个人写的书呢 他的精准度 他的可靠度 我们从哪些角度去看 我们从他这本 读完他这本书里面可以拿到多少资料 帮助我们来以后读书跟翻译 有什么帮助 主要是凭借一本的信实可靠成分的百分比 简单讲 辨著的内容要点跟观察 性质呢 做注解的性质 第一个是补缺 在原文里面讲不清楚 像我们刚才讲词译 句译 他该怎么翻的这些补述的东西 补缺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 背译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是什么 比如说他刚刚那个 可以做法界障 不是对不起 他那个 他直接对应的是法界的内容 那矫枉就是 他这边做翻译是很忌讳去改原文 我们不知道那个原文 你可能认为原文是错的 可是那原文要错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比较可能是自己 可能会自己是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你没有其他的版本 去对勘他的话 或者你用其他版本对勘他 他发现两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注 可能原文是错的 正确的是这个 那我的理由 我的证明是某某某某某 里面的版本是这样写 那现在他们大概都是用背考 就是直接拿出来某某版是什么字 然后什么版是什么字 就这种一个背意的做法 那另外是论辩 你觉得他这个观点 在叙述 世间人的这个翻译过来的文字上面 他的那个叙述上面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你可能觉得需要再斟酌 他是这样说的 你不这么认为 可是你是翻译你没权去改动人家的 所以你在这边做一个特别的论辩 这是主要我们需要做注的地方 有这四 基本上这种四种性质 性质上有这四种 那我们看一下靠旁边那个 原点经为注是第一优 以经解经 以经注解经文当然是第一优先 而且是最好的 最好的那个注解是 引这本经 当然要同法轮 同一个法轮 讲空性的经典去解释空性 那讲空性的论注去解释空性 而不是那个 拿其他的去做再衍生的讲解 不是 然后印度就让大师所做的论注 也就是他的论 是第二优 第二优 第二好 再来就是直接去印度所学的大师 他们的说法是第三 他有这个 他有当地的这个言调 所以他有发言权 他在当地学的 所以他知道说有些东西 文字记载跟口头上叙述表达 是不太一样的 再来就是第四层 就是从印藏大师那边 而不是专门到当地去学习的 那排在第四位 因为他是 等于说他的管道只有一个 他只有他跟这位上师听的 就变成只有从这位上师那边得到的 所以他的注解就是变成第四种 那接触远点越远 引用证明的效率越薄弱 这大概是我们看一个主要的观察点 那我们看点在哪里 第一引经句论柱 引用经论去证明意义 那我们看他引什么经 这个地方他需要做柱 代表这地方有他的难度 跟有他的深度 我们可以从他给的这个柱里面 去找他原文 那原文里面说什么 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因为他把柱放在那里 就告诉我们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可以去挖的 第二是引书文解 就引世间学术 试学通人 就世间学问家的考据的时候 当他引人家的考据 我们可以看什么人 什么人 他喜欢研究柱肉 喜欢孔词 对不对 老外 他认为他的柱肉精 心精 金刚精 他犯的非常好 通常都用他的 那我们就去看他这个人 他的思想 他的学习脉络 那他到底学了些什么 他实在特点 那他是学者博学 还是行者的经验 在做这个诸子的解释 还是同样的话 讲解实修经验的书 如果是由实修经验的人 来做注解 可信度跟珍贵度就加很大 如果是一个学术的人 来做注解 那他提供的资料 就是我们参考的标准 我们顺藤摸瓜 顺藤那个线路去找 更多的资料来支持这里 那如果是 隐私说解的话 那因为他隐的是 他老师的说 那只有一家之言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传承 跟继续的深究下去 因为老师对图记的讲话 这里面的空间很大 第一个 他是了一说 还是不了一说 他是密一说 还是非密一说 他是医生说 还是非医生说 他有六边 密法教授都是这样 他有六边 所以他对这个地址 这样说解释的时候 能不能当作 我们做注解的 唯一标准的认定 是一个可探讨的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 如果只是 你只有听到一家之说的话 是要留意的 那如果是个人见解 那做注的人 翻译者 自己做注的见解的话 但我们还是回到 那个引书文解的 那个一样 看这个人 什么人翻的 那他的思想 他的学习脉络 那他的时代特点 那他的学者博学 还是他是自己行者的经验 从做注者本身看 如果他只是 从文字上勉强翻的话 那这个精准度 翻密 翻密法的精准度 一定是非常偏差 因为密法是靠实修 然后靠的那个过程当中 逐步逐步的带领 他里面有太多东西了 所以他如果只是听 就马上写出来了 问题会非常的多 当然了 一般你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你没有去分析 他这一句的 后面背景的知识 很难去做一个判定 再来是文字的训解 他直接对这个文字来做解释 纯粹的语文 字面上的解读 他们现在有些翻译是字码 对不对 从字符字码去做一个解译 这是我们看译出语的理解 还有译录语的理解 还有一般的古学通论 跟译专业知识的别解 所以看语文 看原文 看语文 看他对这个文法 这个文学修饰 跟他的专业 来看他的文字续解的精不精准 然后佛教译本的话 就看到底是显秘 中称哪一个 然后他讲的是 权就是不了义 实就是了义 讲的是哪一个的义理 还有时代之间的义名 在时代的改变当中 有很多的名称不同 一直跟着改变 比如说我们古代翻 那个众户 大众的众 医户的户 那后来被众户这个词 他们都说佛 后来又把它改成了 对佛的敬称 如来十号之后 后来直接改成侍尊 改成了侍尊这个词 所以仲户是以前的 后来就变成侍尊 那这个字西藏还有 左卫龚伯 仲户 其实那个仲户没有翻错 侍尊反而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 世所增颤他的那个 众生医户 跟世所尊崇 两个意思概念完全不一样 世尊的原文是 出有坏 所以那个词变成了一个 尊敬的词的头衔 但是从这个世尊里面 只看到中文里面的 世所共进的 那个尊崇的那个字意而已 没办法推回去看到那个 出有坏三个字 的内涵的意义 那也看不出 它是众生医户主的这个意思 这就是时代上的这个师臣 时代上的艺名 艺称 再次门派师臣 门派师臣影响得非常大 我们 这个陈代 宋奇良辰 那个陈代 那个曾帝法师 当时候为世中引起来 他到了中国翻了很多的经典 据色论他也翻过 他翻了很多的经典 后来玄奘到了印度再回来 他也翻了 也有从意 所以他们两个因为时代差异 门派师臣差异 当初学的为世中的传承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多对于那个 经文的解释出现了差异 出现了歧义 所以门派师臣也是考察的一个 一个观点 在这定义说法 那个小称的定义 我们讲心就讲六世 为世讲到八世 我们刚讲一个心 对这个定义上面就出了一些差异 所以你翻小称的文章 或阅读小称的文章 他来讲心的这个部分 千万不能把阿赖爷拉进来 千万不能 因为小称没有承认阿赖爷这个东西 宗观中也不承认 所以你也不能扯进来 所以宗派这个部分 我们看译本要看这些 再就是看坐著人 那我们看这个坐著这个人 不管是原作者还是翻译者 引用权威著作做著的时候 他引用的著作是不是正确 有的时候他引用的著作是错误的 或者说他节选他要的那个著作 的经文的书 还有分辨他的意理是不是能配合 在坐著者自己的思维旅路学是如何 还有是他的自己的见去中地 周不周骗 这些都是要考量的 那作者本身呢 他们引用人家的 引用外面的书来解释 所以我们就把外面书的那个作者 梳理一遍 那 作者本身他的学历 他的观点 他的理解 他的证据 这是我们要观察这个 写这本书的作者的 再来就是翻译者呢 他如果是翻译的书籍 那这个翻译的书籍的原作者去引用别人的书 所以就你又变成又多加一个再考察这个翻译者 三点都要观察了 意义如何 他是以文句的理解来说明的 还是以字面的解释去说明 那他自己的学这个学问的能力如何 他如果依字面的解释 很多的时候 在 那个 密法上面 在比较深邃的那个上面 他有 其实写教具有 那个 路嫩鞋经 是不是 沙父沙母 那一看那个文字 照文字解释就不得了 无见了 他不是啊 那个贪欲为母 称慧为父 所以他指的是去除我们的 贪跟称的意思 他就完全不照字面解释 所以依照字面解释 还是要看一下他的适用范围程度 所以我们这样子 如果这本书太专业 我们看不懂他的内文到底如何判断的话 我们拿著来做判断 来判断他里面所提供出来的资讯 我们该怎么使用跟应用 综合判断是从提供资料出处 及解决困厚为依规 判断依据经论影校正的程度 像解决官不可以用维世间的说法来判定 那这是第三个补充的地方 还有15分钟我们是要问问题呢 还是要把那个政论跟讲记的部分讲完 讲完好 我们现在因为出版的关系 经常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就腾稿 腾完稿之后就变成一本书出出来了 那出出来是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他问题是他如果用的书名 是原先的那个著作书名 比如说我翻了一本综艺藏 但其实我是介绍综艺藏的 可是我后来出书出出来之后 我用综艺藏这三个字的名称出来 那将来出现一个问题 我这本翻译的其实是听的讲本 可是人家来阅读他以为是原点 会出现这个问题 藏传不会出这个问题 藏传不会出问题是 他们都会知道在书上面 直接在经典的题目上面做简别 所以他有一个共通的名称 还有这本论著的特别名称 他有可以简别的资讯 那我们这边的习惯 通常没有做到这么精细 所以就很可能 比如说我出了一本综艺藏 根本只是综艺藏的一个 随缘的开示 那我还是用这本书的名称出来 以后的人就会出现一个困惑 到底综艺藏是 看起来没那么神秘 也没那么深 为什么这么当作秘密的书籍 会有这种把法给降低 格调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把政论跟讲议 出版的讲议当中做一个差别 做一个分析 一个分别 所以目的就是要厘清辨别 所得的观念跟专业知识来源的性质 里面有列了十点 当然列还可以再列 简单的列十点就够 文字著作 也就是我们看的论著 跟口讲的记录 就是讲计这种记录 它之间的差异 比对的差异 第一个是来源 文字著作通常都是大家已经共许的权威主师 都是大宗师大祖师所讲的 所著作下来的 口讲记录就是某位上司去做讲解的 那某位上司做讲解是不是不好 不是 不是 而是他在讲解过程当中 会带着他的教授 他的宗派去做解释 这可以标注出来的 所以主师的东西 经过阐释的东西 这两个是要分辨的 而不是说谁好谁坏 而是这必须要做一个分辨的 那第二个是对象 文字写成书论点发出去 印出去的话 通常是最大 给广大不特定的所化对象 读者 不特定的对象 层次也不一定 对象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通通不一定 可是口讲的记录 通常都是讲给现场听众大众听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讲法人会看临场反应 所以他会抉择 这边可能不需要 他就跳掉了 这边我还需要多讲一点 经典上没有了 他就多讲了 所以就造成了原始的原点 跟口讲的讲迹 是不搭配的 不是同一种性质的 第三个是文本的依据 我们可以从论点上面 都是已经流通通行的 可考的 我们这个上司拿的法本 通常有些秘本我们看不到 但他拿出来讲解 比如说综艺账 那我们也可以找到综艺账 那你要拿哪个版本 我们也可以看看 有哪些版本可以用 想看是打上这个版本 还是德格医经院的版本 还是民族书版社的书本版 我们可以拿版本出来看 那可是口讲记录 它其实是口述的 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 所以还有待于考究 在信赖度的话 它流传这么久了 世间共许 大家都各有它的评价 世间共许 可是变成口讲记录之后 就必须你要需要说服 建立信赖感 你这本书如果讲得非常好 然后变成讲记 留下来的话也很好 但是它没有办法 那么直接的变成 人家所信服的这个讲记 再来结构性 因为写成文字 它上下 它大概都教对过很多次 所以严谨跟上下连贯 是可以看到的 那口讲记录 因为是讲话 所以它有的时候罪词很多 那有的时候择要 看时间不够的 赶快讲得很快 然后很多跳掉了 那有的时候很难的字典 很难的那个用点 词的典故 它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所以它会有一些 跳跃的情况产生 行文的话呢 书文气流畅通顺没有问题 可是口讲的话 都大部分是口语语气 罪词跟罪语是非常多的 我想大概是这些词很多 那第七种是叙述 文字述通常是以字词为单位元素 我们可以逐字逐句去讲解或翻译 那口讲记录有的时候 它是以语句或大语为单位 元素是不定的 那个以表达大语为主 我知道有些的大上师 他讲课讲得很细 可是他翻译 他不让翻译讲太多 他让翻译赶快翻 把意思讲传达给他们就可以了 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被记录下来就会出问题 就是他可能 奇怪的人 仁波切讲这么多 为什么你翻那么少 其实不是 仁波切说你把大语翻出来就好 你不要每个字每个字那么精细 因为每位上师的个性不同 再来就是专业度 文字著作的术语跟专业用语非常的多 基本上依照用这来走 那口讲记录大概都是口语的描述 他为了让人家了解 通常就不太会用术语 或者术语用的很少 那术语里面在阐释 术语看不见了 第九个是延伸度 延伸度是什么 就是写成书的话 有相关著作我们可以看 有没有注解 有没有注述 有没有谁在讲解 有没有谁有口讲记录可以查 你可以去追索 可是口讲记录 它通常范围圈在该讲中 你很难去找相关的人 对这个口讲的评论 评价你没有其他参考的基准点 可以参考 所以延伸度不大 第十个是性质 那个文字著作通常是 通行传世研究等时空的范围很大 那口讲的记录通常都是 个人的理解 记下来的理解 说法者的理解或引述或参考的 比较属于小众的 小众跟当时候的范围 所以两个针对的范围也不同 大概有这样子的不同 那这样一比较起来 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个政论跟口讲的 两种性质的差别 那特别说明了 这个是只是要做一个粗略的抉择 有两种情况 讲记本就可以当作证文 文献的诸作范围 比如说那个 这个光宝 玄奘法师的法宝 普光跟法宝 他们的据舍论记 据舍论记 就是讲记 可是他那个就变成了论书部了 他讲解论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经 没有任何的罪语 罪词 然后隐记非常的结构完整 他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论 本身就是一个试论范围的 所以他本身可以不用放在里面 所以他是照本宣科 讲记本身属于文论的朗诵版 你已经写好一本论了 那你去发表这个论的时候 你就用念了 所以看起来 所有前面讲的问题都不存在 虽然他还是讲记 但其他已经整理完了 再来就是经过严格修改 成为一家之言的权威的范本 像古代大师的讲记 这个需要看该本的内容 结构做判断标准 不是一层不变的 这样我们对于应用资料的时候 我们对原始的原点 跟从原点所衍生的讲记 的区别就出来了 那所以我们去看 现在的流通的 一些上师的讲记 我们采用的观点 跟原点之间 要用什么样的立场 跟观点去理解 我们大概信就会有一个谱 那我们今天先暂时讲到这里好了 我们把那个藏传读书法 跟附的怎么去挑书 怎么去抓动点 怎么从那个柱跟文本的本质上面去分辨 它的性质这个部分 那下个礼拜我们从解义要诀去看 这个解义要诀主要是看密序的 主要是有的是显密共通都可以通用 那大部分都是在密序上面使用 那因为他们要翻大藏经 大藏经里面很大很大的部分都是密 所以需要对于怎么去理解序的内容呢 需要做一个稍微有点概念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还有五分钟 适量还是最重要 我们佛教的传承 所以适量去帮我们过滤掉很多 那个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的 然后五纲呢帮我们抓取 我们不这么容易去掌握重点的 我们以前都是考试考试 买一本书画重点 画完之后背背背背背 很难去归纳出它的那个层次 它的这个词意 那所以是以前学的读书方法 用到佛法当中它有一点点距离 当然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调整 透过这样子再做一些分辨 就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时间空出来 那我们所挑选之后看到的书 也比较容易去掌握它的 知道它怎么去找资料 那找到的资料的可信度会比较高 那如果我们的来源 进来的来源 跟我们挑的这个过程呢 都运用方法得当的话 以后我们表达 自然会在这条线上 我们会慢慢会有鉴赏力 我们会知道那个层次怎么放 然后优先顺序怎么放 怎么找资料 跟这资料怎么应用 所以以后我们理解完了之后 在表达上面自然而然 这些东西就会自然用出来 那不用特意去做 当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 就会用这个方式 去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它是学法也可以 读书也可以 翻译也可以 一个通用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